欢迎收听有声剧《红楼梦》 本书由视听书院制作 第七十六回 突壁堂品敌赶欺青 凹金管连诗悲寂寞 话说假设假正带领假真等散去不敌 且说贾母这里命将为平撤去 两席病而为依 众媳妇另行擦桌整案 耕杯洗柱 沉舍一番 贾母等都添了衣 灌树吃茶 方又入座团团围绕 贾母看时 宝钗姊妹二人不在座内 指他们家去圆月去了 且理完凤姐二人又病着 少了四个人便觉冷清了好些 贾母音笑道 往年你老爷们不在家 咱们月姓请过姨太太来 大家赏月 却十分闹热 忽一时想起你老爷来 又不免想到母子夫妻儿女不能一处 也都没幸 极致今年你老爷来了 正该大家团圆取乐 又不便请他们娘们来说说笑笑 况且他们今年又添了两口人 也难丢了他们跑到这里来 天又把凤丫头病了 有她一人来说说笑笑 还抵得十个人的空 可见天下事总难实全 说必不觉长叹一声 遂命拿大杯来蒸热酒 王夫人笑道 今日得母子团圆 自比往年有趣 往年年儿们虽多 重不似今年自己骨肉齐全的好 正是为此 所以才高兴拿大杯来吃酒 你们也换大杯才是 行夫人等只得换上大杯来 因夜深体罚且不能胜酒 未免都有些倦意 无奈贾母性由未拦 只得赔饮 贾母用命将祭瞻铺于街上 命将月饼西瓜 国品等类都叫搬下去 令丫头媳妇们 也都团团围坐赏月 贾母音见月至中天 比仙越发精彩可爱 音说 如此好乐 不可不闻敌 音命人将石帆上女孩子传来 贾母道 音乐多了 凡事雅致 只用吹笛的远远地吹起来就够了 说必刚才去吹时 只见跟邢夫人的媳妇走来 向邢夫人前说了两句话 贾母便问 说什么事 那媳妇便回说 方才大老爷出去被石头绊了一下 崴了腿 贾母听说忙命两个婆子快看去 又命邢夫人快去 邢夫人遂告辞起身 贾母便又说 真哥媳妇也趁着便就家去吧 我也就睡了 游氏笑道 我今日不回去了 定要和老祖宗吃一夜 使不得使不得 你们小夫妻家 今夜不要团圆团圆 如何为我耽搁了 游氏红了脸笑道 老祖宗说得我们太不堪了 我们虽然年轻 已经是十来年的夫妻 也奔四十岁的人了 况且笑福未满 陪着老太太玩一夜还罢了 岂有自趣团圆的礼 这话很是 我倒也忘了笑未满 可怜你公公已是二年多了 可是我倒忘了 该罚我一大杯 既这样 你就索性别送 陪着我罢了 你叫容儿媳妇送去 就顺便回去吧 游氏说了 容妻答应着 送出行妇人 一同至大门 各自上车回去 不在话下 这里贾母仍带众人 赏了一回桂花 又入席换暖酒来 正说着闲话 蒙不防 只听了碧香桂花树下 呜呜呜呜呜呜呜 吹出笛声来 趁着这明月清风 听空地净 真令人烦心顿解 万绿齐出 都肃然微坐 莫香赏听 约两盏茶时 方才止住 大家称赞不已 于是岁又珍上暖酒来 贾母笑道 果然可听吗 众人笑道 实在可听 我们也想不到这样 须得老太太带领着 我们也得开些心胸 这还不大好 须得捡纳曲谱越慢的 吹来越好 说着便将自己吃的一个 内造瓜人游松郎月饼 又命珍一大杯热酒 送给普敌之人 慢慢地吃了 再细细地吹一套来 其父们答应了放送去 只见方才 瞧假设的两个婆子回来了 说 右脚面上白肿了些 如今调服了药 疼得好些了 也不甚大关系 贾母点头叹道 我也太操心 打紧说我偏心 我反这样 殷就将方才假设的笑话 说与王夫人游室等听 王夫人等殷笑圈道 这原是酒后大家说笑 不留心也是有的 岂有敢说老太太之理 老太太自当解释才是 只见鸳鸯拿了软金兜 与大斗篷来说 夜深了 孔露水下来 风吹了头 需要添了这个 坐坐也该歇了 偏劲高兴 你又来催 难道我醉了不成 偏倒偏亮 阴命再真酒来 一面戴上兜金 披了斗篷 大家陪着幼银 说些笑话 只听桂花音里 吾吾夜夜 鸟鸟悠悠 又发出一缕敌音来 果真比仙 越发凄凉 大家都济然而作 夜静越明 且笛声悲怨 贾母年老代酒之人 听此声音 不免有处于心 禁不住 剁下泪来 众人此时 都不经 凄凉 纪律之意 半日 方知贾母伤感 才忙转身陪笑 发语解释 又命换暖酒 且住了敌 游氏笑道 我也就学一个笑话 说与老太太 解解门 贾母勉强笑道 这样更好 快说了我听 游氏奶说道 一家子养了四个儿子 大儿子指一个眼睛 二儿子指一个耳朵 三儿子指一个鼻子眼 四儿子倒都齐全 偏又是个哑巴 正说到这里 只见贾母以朦胧双眼 似有睡去之态 游氏方住了 忙和王夫人轻轻地勤醒 贾母睁眼笑道 我不困 白臂臂眼养神 你们只管说 我听着呢 王夫人等笑道 夜已四更了 风露也大 秦老太太安歇罢了 明日再少十六 也不辜负这月色 哪里就四更了 十亿四更 他们姊妹们熬不过 都去睡了 贾母听说 细看了一看 果然都散了 只有探春在此 贾母笑道 也罢 你们也熬不惯了 况且弱的弱 病的病 去了到省心 只是三丫头可怜 上海等着 你也去吧 我们 我们 散了 说着便起身 吃了一口清茶 便有预备下的竹衣小叫 便围着斗篷坐上 两个脖子搭起 众人围随出园去了 不在话下 这里众媳妇收拾杯盘完展时 却少了个细茶杯 各处寻觅不见 又问众人 必是谁失手打了 料在哪里 告诉我 拿了瓷瓦去交收 是证件 不然 又说偷起来 众人都说 没有打了 只怕跟姑娘的人打了 也未可知 你细想想 我问问他们去 一语提醒了 这管家伙的媳妇 尹笑道 是啦 那一会儿 记得是翠绿拿着的 我去问她 说着便去找时 刚下了永道 就遇见了子娟和翠绿来了 翠绿便问道 老太太算了 可知我们姑娘哪去了 这媳妇道 我来问那一个茶钟 往哪里去了 你们倒问我要姑娘 我饮倒茶给姑娘吃的 展眼回头 就连姑娘也没了 那媳妇道 太太才说都睡觉去了 你不知哪里玩去了 还不知道呢 翠绿和子娟道 段呼没有悄悄地睡去之力 只怕在哪里走了一走 如今见老太太散了 赶过前边送去 也未可知 我们前往前边找找去 有了姑娘 自然你的茶钟也有了 你明日一早再找 有什么忙的 媳妇笑道 有了夏洛就不必忙了 明儿就和你要吧 说必回去查收家伙 这里子娟和翠绿便往贾母出来 不在话下 原来黛玉和湘芸二人并未去睡觉 只因黛玉见贾府中许多人赏月 贾母有叹人少 不似当年热闹 又提宝钗姊妹家去 母女弟兄自去赏月等于 不觉对景感怀 自去腐澜垂泪 宝玉今因情闻病事甚重 诸物无心 王夫人再次前她去睡 她趁此去了 探春又因近日家事着脑 无暇游玩 虽有迎春西春二人 偏又素日不大甚和 所以只剩了湘芸一人宽慰她 阴说 你是个明白人 何必做此心境自苦 我也和你一样 我就不似你这样心窄 何况你有多病 还不自己保养 可恨宝姐姐 姊妹天天说清道热 早已说 今年中秋要大家一处赏月 必要起设大家联聚 到今日便气了咱们 自己赏月去了 设也散了 师也不做了 倒是他们父子书直纵横起来 你可知宋太祖说得好 卧榻之策 岂许他人酣睡 他们不做 咱们两个敬联起聚来 明日休他们一休 黛玉见得这般劝慰 不肯负他的豪性 殷笑道 你看这里这等人生嘈杂 有何失信 湘芸笑道 这山上赏月虽好 终不及净水赏月更妙 你知道这山坡底下就是池岩 山奥里净水一个所在就是凹金馆 可知当日盖着园子时就有学问 这山之高处就叫做突壁 山之低洼净水处就叫做凹金 这凸凹二字 例来用的人最少 如今只用做宣馆之名 更觉新鲜不落苛旧 可知这两处一上一下 一明一暗 一高一矮一山一水 竟是特应玩月儿社 有爱那山高越小的便往这里来 有爱那号越轻波的便往那里去 只是这两个字俗念做挖拱二音 便说俗了不大渐用 只陆芳翁用了一个凹字 说古燕微凹巨莫多 还有人披他俗岂不可笑 也不止芳翁才用 古人中用者太多 如江烟青苔富 东方朔神异经 以至画镜上云张僧游画一圣四的故事 不可胜举 只是惊人不知 物作俗字用了 嗯 适合你说吧 这两个字还是我拟的呢 因那年世宝玉 因他拟了几处 也有存的 也有山改的 也有上位拟的 这是后来 我们大家把这没有名色的 也都拟出来了 住了出处 写了这房屋的坐落 一并带进去 与大姐姐瞧了 他又带出来 那个舅舅瞧过 谁知舅舅倒喜欢起来 又说 早知这样 那日就该叫他姊妹一并你了 岂不有趣 所以烦我你的 一字不改 都用了 如今就往浩金馆去看看 说着 二人便同下了山坡 只一转弯 就是池岩 岩上一带 竹篮相接 直通着那边 藕香瀉的路径 因这几间 就在此山环抱之中 乃突壁山庄之退已居 因蛙而进水 故言其额约 凹精吸管 因此处防雨不多 且又矮小 故只有两个老婆子上夜 今日打听的 突壁山庄的人应差 与他们无干 这两个老婆子 关了月饼国品 并犒赏的酒食来 二人吃得既醉且饱 早已熄灯睡了 黛玉湘云见熄了灯 湘云笑道 倒是他们睡了好 咱们就在这卷棚底下 赏着水月如何 二人 岁在两个湘飞竹墩上坐下 之间 天上一轮昊月 池中一轮水月 上下争辉 如至身于 金宫礁室之内 微风一过 林林然 池面 皱臂扑纹 真令人 神清 气静 湘云笑道 怎得这会子坐上船 吃酒倒好 真要是我家里这样 我就立刻坐船了 黛玉笑道 正是古人常说的好 视若求全 何所乐 据我说 这也罢了 偏要坐船起来 得冷望暑 人之常情 可知那些老人家说的不错 说贫穷之家 自为富贵之家 事事称心 告诉他说 竟不能碎心 他们不肯信的 必得亲力其境 他方知觉了 就如咱们两个 虽父母不在 人却也舔在富贵之乡 只你我 竟有许多不碎心的事 不但你我不能趁心 就连老太太太太 以至宝玉 太丫头等人 无论事大事小 有理无理 岂不能各遂其心者 同一离业 何况你我 旅居客气之人了 湘芸听说 恐怕黛玉又伤感起来 忙道 哎呀 休说这些闲话 咱们且连失 正说间 只听笛运悠扬起来 黛玉笑道 今日老太太太高兴了 这笛子吹得有趣 倒是祝咱们的兴趣了 咱两个都爱五颜 就还是五颜排绿吧 献何运 咱们数这个栏杆的直棍 这头到那头为止 它是第几根 就用第几运 若十六根 便是一仙起 这可新鲜 这倒别致 于是二人起身 便从头数至尽头 只得十三根 湘芸道 哎 便又是十三元了 这个运少 做排绿 只怕千抢不能押运呢 少不得 你先起一句罢了 倒要试试 咱们谁强谁弱 这是没个纸笔器 不妨 明儿再写 只怕这一点聪明还有 我先起一句 现成的俗语吧 三五中秋夕 湘芸响了一响 道 清有你上缘 撒天机陡灿 林黛玉笑道 扎地管闲烦 几处狂飞斩 湘芸笑道 这一句几处狂飞斩 有些意思 这倒要对得好呢 想力想笑道 谁家不启轩 清寒风简简 好 对得比我的却好 只是这一句又说熟话了 就该家境说了去才是 诗多韵险 也要铺陈些才是 纵有好的且留在后头 到后头没有好的 我看你修不修 凉夜景萱萱 蒸饼朝黄发 湘芸笑道 这句不好 杜撰 用俗世来难我了 我说你不曾见过书呢 吃饼是旧点 堂说堂志 你看了来再说 这也难不倒我 我也有了 分瓜笑绿圆 香心荣玉贵 分瓜 可是试试你的杜撰了 明日咱们对查了出来 大家看看 这会子别耽误功夫 虽如此 下句也不好 不犯着又用 玉贵金兰等字样来色泽 色剑冒金轩 蜡烛灰穷燕 金轩二字便宜了你 省了多少力 这样现成的运被你得了 只是不犯着 替他们送上去 况且下句 你也是色泽了 你不说玉贵 我难道强对个金轩吧 再也要铺陈些副礼 方氏方才 急紧之时事 香云只得又连道 公愁乱起源 分曹尊一令 下句好 只是难对些 音响了一响 连道 摄父听三宣 头彩红成点 香云笑道 三宣有趣 竟话俗成雅了 只是下句又说上头子 少不得连道 穿花鼓烂轩 秦光遥远雨 黛玉笑道 对得却好 下句又溜了 只管拿些风月来色泽 究竟没说到月上 也要点缀点缀方不落题 且姑存知 明日再斟酌 素菜皆乾坤 赏罚无兵主 又说他们做什么 不如说咱们 吟诗续仲坤 告思时已见 这可以入上你我了 你紧获一门 久尽情犹在 这时候了 耕蚕月已轩 见闻与笑计 这时候可知一步难似一步了 空胜雪霜痕 揭露团朝军 这一句怎么押韵 让我想想啊 烟起身覆手 想了一想笑道 够了 幸而想出一个字来 几乎败了 亭烟脸昔 秋团谢十岁 黛玉听了 不禁也起一声叫妙 说 这醋侠鬼 果然留下好的 这回子才说婚字 亏你想得出 幸而昨日 看历朝文选件了这个字 我不知是何数 应要查一查 宝姐姐说不用查 这就是如今 俗叫做明开宴河的 我信不及 到底差了一差 果然不错 看来宝姐姐知道的净多 婚字用在此时更洽 也还罢了 只是秋团一句 亏你好想 只这一句 别的都要磨到 哎呀 我少不得打起精神来对一句 只是再不能思这一句了 音响了一响 道 枫叶俱云根 宝物情孤节 这对的也还好 只是下一句 你也溜了 幸而是景中情 不但由宝物来色泽 银蝉气土吞 药精灵吐倒 带玉不语 点头 半日再念道 人像广寒奔 饭斗 妖牛女 湘云也望月点手 连道 盛茶带帝孙 虚盈伦墨定 又用笔心了 会说破空存 胡漏生姜河 湘云方欲连时 带玉只池中黑影 于湘云看 道 你看那河里 怎么像个人 在黑影里去了 敢是个鬼吧 可是又见鬼了 我是不怕鬼的 等我打他一下 鹰弯腰 拾了一块小石片 向那池中打去 只听打的水响 一个大圆圈 将月影荡散 副剧折几次 只听那黑影里 嘎然一声 却飞起一个大白鹤来 直往偶像蟹去了 带玉笑道 原来是他 猛然想不到 反吓了一跳 湘云笑道 这个鹤有趣 都住了我了 窗灯夜已昏 韩唐渡鹤影 带玉听了又叫好 又堕足说 了不得 这鹤真是助他的了 这一句 更比秋汤不同 叫我对什么才好 影子 只有一个魂字可对 况且 寒唐渡鹤 何等自然 何等现成 何等油 景且又新鲜 我竟要割笔了 大家细想就有了 不然就放着明日 再连也可 带玉只看天不理他 半日猛然笑道 你不必捞嘴 我也有了 你听听 冷月葬花魂 湘云拍手赞道 果然好急 非此不能对 哎呀 好个葬花魂 尸故新奇 只是太颓丧了些 你先病着 不该作词过于 其轻其绝之语 不如此 如何压倒你 下句竟还未得 只为用功在这一句了 一语未了 只见栏外山石后 转出一个人来 笑道 好诗好诗 果然太悲凉了 不必再往下连 若底下只这样去 反不显这两句了 倒觉得堆砌尖巧 二人不妨 二人不妨 倒吓了一跳 细看时 不是别人 却是妙玉 二人皆诧异 因问 你如何到了这里 妙玉笑道 我听见你们大家赏乐 又吹得好笛 我也出来玩赏着 轻驰好乐 顺脚走到这里 忽听见你两个连诗 更觉清雅异常 顾此听住了 只是方才 我听见这一首钟 有几句虽好 只是过于颓败基础 此一关 人之技术而有 所以我出来止住 如今老太太 都已早散了 满园的人 想去已睡熟了 你两个的丫头 还不知在哪里 找你们呢 你们也不怕冷了 快捅我来 到我那里去吃杯茶 只怕就天亮了 黛玉笑道 谁知道就这个时候了 三人 遂一同来至龙翠庵中 只见堪宴尤卿 炉香未尽 几个老嬷嬷也都睡了 只有小丫鬟 在蒲团上 垂头打盹 妙玉唤她起来 先去烹茶 呼听叩门之声 小丫鬟忙去 开门看时 却是紫娟翠驴 与几个老嬷嬷 来找她姊妹两个 进来见她们 正吃茶 阴都笑道 要我们好找 一个园里走遍了 连姨太太那里都找到了 才到了那山坡底下 小亭里找时 可巧 那里上夜的正睡醒了 我们问她们 她们说 方才亭外头捧下 两个人说话 后来又添了一个 听见说 大家往安里去 我们就直视这里了 妙玉盲命小丫鬟 引她们到那边 去坐着歇息吃茶 自取了笔焰纸墨出来 将方才的诗 命她二人念着 所以从头写出来 黛玉见她今日十分高兴 便笑道 从来没见你这样高兴 若不见你这样高兴 我也不敢唐突请教 这还可以见教佛 若不堪食便就烧了 若获可证 即请改正改正 妙玉笑道 也不敢妄改平赞 只是这才有了二十二云 我意思想着 你二位警惧已出 再若叙时 恐后力不佳 我竟要叙雕 又恐有电 黛玉从没见妙玉做过师 今见她高兴如此 忙说 果然如此 我们的虽不好 也可以戴好了 如今收集 到底还该归到 本来面目上去 若只管丢了真情真事 且去搜集检怪 一则失了咱们的 规格面目 二则也与题目无设了 二人皆到即是 妙玉遂提一笔 一挥而就 地与她二人道 修要见笑 一我必须如此 方帆转过来 虽前头有七楚之据 亦无甚爱了 二人接了看时 只见她续道 相转 萧金顶 织冰 逆玉盆 萧增 黎富气 亲前 室而温 空障玄文凤 闲贫 盐彩渊 鹿农 台更华 双重 竹南门 游布 盈淤爪 还登 祭丽园 拾其 神鬼伯 木怪 虎狼墩 碧戏 昭光厚 福斯 小鹿臀 镇铃千树鸟 铁鼓 一声援 奇熟 燕望静 全知 不问援 终鸣龙翠寺 鸡唱 道乡村 有幸 悲何记 无仇 亦起凡 方情 指字浅 雅去 向谁言 彻淡 秋云眷 烹茶 更细论 后书 幼中秋夜 大官员 吉井连聚 三十五遇 黛玉湘云二人 皆赞赏不已 说 可见 我们天天是舍尽而求远 现有这样实现在此 却天天去纸上谈兵 妙玉笑道 明日在润色 此时想快天明了 到底要歇息歇息才是 临时二人听说 便起身告辞 带领丫鬟出来 妙玉送至门外 看他们去远 方眼门进来 不在话下 这里翠驴向香云道 大奶奶那里 还有人等着咱们睡去呢 如今还是哪里去好 香云笑道 你顺路告诉他们 叫他们睡吧 我这一去 未免惊动病人 不如闹林姑娘半夜去吧 说着 大家走至肖香馆中 有一半人已睡去 二人进去 方才卸妆宽衣 灌树已闭 方上床安歇 子涓放下肖杖 一灯眼门出去 谁知香云 又择席之病 虽在枕上 只是睡不着 黛玉又是个心血不足 常常失眠的 今日又错过困头 自然也是睡不着 二人在枕上翻来覆去 黛玉音问道 怎么你还没睡着 香云微笑道 我有择席的病 况且走了困 只好躺躺吧 你怎么也睡不着 我这睡不着也并非今日 大约一年之中 通工也只好睡十夜满足的 啊 却是你病的缘故 所以 不知夏文什么